哎呀 没事的 有什么事呢 几率为零嘛 说的人笑嘻嘻 听的人哭泣嘻 如果不信感染以上的调侃内容 那就真是摊上事了 因为治疗起来非常棘手 尤其是艾滋病毒 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的方法 不过 美国最近传来了好消息 吉利德公布艾滋病预防药物试验数据 一年两针 2134名女性参与实验 零感染 100%有效性 这意味着 如果人人都注射这种防艾滋药物 世界将不再有艾滋新增病例 消息一出 研发公司吉利德赚足全球眼球 真不牛的公司到底是什么来通呢 相信产业的力量 这里是解读产业的正解局 吉利德科学公司成立于1987年 37年来在抗病毒领域硕果累累 曾经甚至因为研发的药物太有效 差点作死自己 因为当别人的治愈率是80%时 他们的药物治愈率是100% 光这一款药 上市第一年就超过了100亿美元的销量 成为药物研发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药物之一 这也让那时的吉利德数前数到手抽筋 这药物效果太好 也有负面影响 几年后病人没了 药还在 但收入和股价都下滑了 让吉利德有这种坐过山车体验的药物 就是饼干药 索飞不韦 可以说 吉利德以一己之力让人类不再受饼干的困扰 但索飞不韦的消费市场逐年下降 让吉利德实在高兴不起来 不过 吉利德也不可能将全部身家只压在饼干药上 他们主要专注于两类疾病的药物研发 一个是肝病 另一个就是艾滋病 2001年 吉利德首个抗艾滋药物 贴诺福为止 获批上市 虽然吉利德在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上是后起之秀 但他革命性地实现了全方案纪维酒疗法 把艾滋药物的主流转向了口服一片药 改写了人类对抗艾滋病的历史 全方案纪维酒疗法是指配药时使用多种药物 就像调配纪维酒一样 这种疗法通过联合三种或更多的抗病毒药物 来对抗艾滋病毒 减少了抗药性延长患者的寿命 从此 人类对艾滋病的控制有了质的飞跃 艾滋病也从逼死症走向了慢性病 2006年 吉利德退出三合一口服药阿托法 成为第一款单药气围酒疗法 不仅服用方便 而且病毒抑制力较高 不良反应小 让致命艾滋变得可控 随后几年 阿托法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 2010年 他取代了畅销艾滋病药物 特鲁瓦达成为吉利德当年最畅销的药物产品 销量高达29.27亿美元 插一句 被几下宣谈的特鲁瓦达 也是吉利德的传奇药物 即使到今天 特鲁瓦达仍能保持 每年接近30亿美元的销量 是目前抗艾药物史上最畅销的产品 可以说 在抗艾药物领域 能战胜吉利德的可能只有吉利德自己 在专注肝病与艾滋病领域交出完美答卷的吉利德 近两年压薄肿瘤领域 2014年 吉利德的重磅肿瘤 艾戴拉里斯破批上市 但由于简单副作用被警告退出市场 不过 在艾戴拉里斯失败后 吉利德继续深耕肿瘤领域 2018年推出了细胞治疗产品易凯达 易凯达上市第一年 销售额就达到了2.64亿美元 2019年 随着欧洲市场的开放 销售额冲上了4.56亿美元 未来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发展至今 吉利德线连净汇了饼干病毒 艾滋病毒 未来能否战胜更强大的敌人 让人十分期待